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立法委员郑力军 欢迎收看台湾广场 马总统自上任以来 不断显露独裁本质 近年来更是变本加厉 去年9月 借由非法滥权监听 发动9月战争 以行政干预立法 遂行党内斗争 今年3月 为了护航黑箱服貌 推翻朝野协商结论 竟指挥执政党立委 强行通过服貌协议 践踏国会 引爆人民抗争 面对肆无忌惮的行政独裁 国会不仅无法云与制衡 多数党更是罔顾人民的愤怒 一昧顺从马役 向人民宣告国会的失灵与失能 显然 9月战争 并未让马总统 记取教训 总统 挟民主 以独裁的宪政危机 不仅未能减除 反而更行加剧 恐将危及台湾的未来 所幸近年来 台湾的公民运动 再度风起云涌 针对 废除极油恶法 补正公投法 反媒体垄断 反反核四 反强制拆迁 反军中强害人权 反两岸黑箱协议等议题 成功发起一波波的行动 直接挑战当前政经结构中的威权本质与不公不义 今年三月 台湾青年为了反对黑箱服貌 占领国会的太阳花学运 更是震动国际 从然社会对民主改革的热情与期待 回顾台湾民主化的历程 社会运动与政治力量 曾经汇流发起持续不断的改革运动 成功撼动威权体制 完成民主转型 因此我们认为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 政党不能事外于人民做主的公民行动 更应该发挥能量 面对行政独裁的危机 在民主与人权的核心价值下 全面展开捍卫民主防线的新一波政治运动 提出清晰的政治改革主张 包括打破两岸黑箱 推动国会改革 确保司法独立 补正鸟龙公投 达成非核家园 以及实践土地正义 乃至重启宪政改革等议程 积极连结民意 体制内外齐力对抗独裁者 来抵御民主倒退 推动制度改革 重建人民对民主政治的信任 建筑历史 保守势力的反扑 往往是进步力量的催生计 而民主的危机 也往往是政治改革的契机 因此我们可以展望 公民社会与政党 若能鼓舞人民 全面推动新政治运动 或许将能让台湾社会 进一步思考民主如何深化 孕育民主再造的社会新动能 今天我们先谈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